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我們回到第二節對話學人 要講講中美貿易戰 還在打緊 白宮現在特朗普又出招了 拉攏歐盟 中國一直都想 拆散來搞 你美國針對我 我跟歐盟好一點 歐盟的貿易就來加大 但現在 白宮又拉攏歐盟 歐盟好像跟他談得不錯 大家零關稅有機會 這樣 兩個聯手 進逼中國 是不是中國的境況 都會 幾危呢 這件事 這次 歐盟委會主席 容赫 去到白宮 跟特朗普談 談完 開了記者會 就發表了一個 都幾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所謂的共識 所謂零關稅 這個是比較長遠的 但是 一個共識就是 我們不如在這談判 我們談 我們談談判 什麼呢 怎麼來搞定 因為現在美國還在向歐盟 正在賣 這個鋼女稅 但是 美國有自己的問題 大豆 因為 中國不買 大豆 大豆即 壓 價格 插水 一直在那裏 找歐盟 可不可以跟我們買些豆呢 這樣 那麼 談得 這兩個人 談得 似乎 有成果 一個成果一出來 就搞到 本來的貿易戰 風向人變了 原來 特朗普一個人打敗全世界 現在又不是了 就變了 特朗普 希望聯合 歐洲 來到打中國 基本上的態勢 就是這樣 但是呢 有很多的細節 有很多的具體的問題 還未能解決到 所以 現在這個 特朗普和容赫的這個共識 能不能真正落實呢 這個前景都是很混沌的 不是那麼明朗的 首先 法國 就馬上就 表態 不是那麼樂觀 他的總統 馬克龍 就跟西班牙 談的時候 就直接就說 喂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有一個 這麼大的框架 達到一個 這麼難搞的目標 能不能 如果我們真正要談的話 麻煩美國 麻煩特朗普 你就先給一些 承認出來 先在 降雷稅 先減掉它 這個是 法國的 態度 德國 官方 就比較 積極的 似乎 都 看好的 但是德國的反對黨 又不是 反對黨質疑的是什麼呢 是 一件事 特朗普是 五時花六時變的 是吧 如果我們談到那麼上 談完了 他突然間 第二天又說不肯 那怎麼辦 他們就在 質疑特朗普 這個 多變的 特性 那 但是 基本上來講 那個方向 美國是希望聯合 歐洲 歐盟 來到對付中國 這個方向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變了 一定是這樣的 歐洲它又怎麼樣呢 歐洲人我多次講過 他們的傳統就是 虛靜 虛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禍水印到別處 不要繼續搞我 所以 它極有可能 真是很有誠意的 跟美國聯合 來對付中國的 你不要搞我 你不如去搞中國 如果你搞中國的話 我可以幫阿斗的 基本上歐洲就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呢 這個最後形成 就是 聯歐 抗中 這件事 我覺得 是很大可能 就 談得整的 雖然 這個談這件事 需要很多的 時間 要克服很多的困難 但是 向這個方向走 應該 就是 停的了 中國又怎麼樣呢 是吧 本來 想中國 想在 我 這次 特朗普 連歐洲 盟友都打了 那我不如爭取一下 這些盟友 一齊來 打美國 對付美國 但是現在又不是 美國和歐洲聯合的時候 然後中國會怎樣 其實呢 我覺得 中國呢 那個 那個策略 那個戰略 亦都很明確的 就是這次 這個貿易 智能 就一定要打的了 主要你美國 說打到什麼時候 我就 奉陪到你什麼時候 除非你說 不如我們再談吧 中國亦都會談 但是呢 主要你美國和他打 無論你聯合 哪一個人 他都會和你打的 那麼中國又靠什麼呢 中國當然他也有他自己的策略的 比如 剛剛在南非開的那個金磚 第十次峰會 那麼 發表的 《約翰內施報》宣言 就特別強調 要堅持 多邊主義 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針對著美國 去的 那麼另外 對中國來講 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俄國本來 俄羅斯 跟特朗普 普京 談得挺好的 似乎有一些緩和趨勢 但這一兩日又不是了 又緊張了 美國國務院 剛剛發表了 一個克里米亞宣言 主旨 一個 就是 只要你俄羅斯 還在 克里米亞 還沾著克里米亞 不把克里米亞 還給烏克蘭的話 我也 一路都會制裁你的了 那麼這件事 聽著這樣的宣言 普京當然 不太爽了 是吧 所以 反而 反而 南非 就會 跟習近平 那個互動 似乎 又緊密 另外 朝鮮的關係 跟中國 又似乎有所改善 剛剛的那個 宗戰紀念 金正恩 竟然 走去治愈軍的墓地 拜一下 包括拜賣 毛澤東的兒子 毛岸益 這件事又是 金正恩上台之後 我是第一次見的 似乎 朝鮮跟美國的關係 又是回到差不多原點 對中國來說 這也是一個好消息 出來的 中國 共產黨 遵照毛澤東的教導 素來都是這樣的 建立統一戰線 盡量爭取 團結可以團結的人 就算 你將來歐盟跟美國 一齊聯合 聯手對付 中國都好 中國都會拒絕對外 美國歐美國 歐盟歐歐盟 跟歐盟 都還有得談 是否會拒絕 但是 總體的力量對比 當然 西方陣營 會強 詳細一些 中國一定是 受的轉失 亦都會是大於的 但是 貿易戰 所謂的 貿易戰 就沒有贏家 中國一抵制 美國的大鬥之後 馬上說 美國的農民就吵了 白宮立刻要撥120億 去補貼這些農民 目的當然是為了中期選舉的選票 但是 起碼他還有這張牌打 所以 中美的貿易戰 從 美國一家打了全世界 現在又變成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 來到打中國 當然 中國亦有的盟友 俄羅斯 朝鮮 這些盟友亦存在 雖然兩個陣營的力量對比是懸殊的 但是 我素來都說 打這些仗 最決定的因素 是什麼呢 當然有十例的因素 有美國 這麼大規模的經濟力量 這個是美國的優勢 但是最決定的優勢 我認為都是人 主要就是 哪一個的國民 吸引 在這個方面 中國的優勢就比美國要大很多 所以 可以 這場貿易戰打下來 打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 但是 最後 就算 不是中國贏 都是打個和 最後 大家都要坐下來 走來談 到了那個時候 這個 整個局勢 又回到原點 到底要打多久呢 我還是堅持 我原來的那個看法 短則數月 幾個月 長則數年 總之 我認為 就是 無論 無論如何都好 你堅持到 特朗普 嚇害 任滿嚇害 那個情況 到時就會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就很快可以驗證 看看 看一看 韓先生的分析 分析 是怎樣 OK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同一時間 再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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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